Market, I wish I had a best misunderstood situation with Shadowatte. 你所蹂的小者, Basic Scias, reallyớtien. 順便煮三天 values in the day of government. 撕向神經病理解avia 必須要讓役icht Omega 順便 resilience of the Gardenуют in wollte realizing that 9000 people 你卻在這裡掉泛舟看不住 看不住 在好龍兵的城市沒有做過好 只有做到好 因為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有一條美麗的河 特別競爭台北看好好龍兵 每一條城市都有一條偉大的河 這是當時好龍兵的競選政見 所以這一條河正好所有的蘇郡的地方 都是在我的選區大同區 我在這一段期間幾個月來不斷接獲檢舉 就是我們的居民每天早上在運動的時候 都看到一車又一車的河沙從淡水河運走 從淡水河清河沙走本來大家應該很高興 可是淡水河依舊很臭 爛泥巴依舊還在那裡 而且從環保署的檢測資料來看 來 你來看 這一條 滑江 中校 重陽 這一帶也就是我們的選區 也就是他每天在挖河沙的地方 這一次都到達了紅色的嚴重污染 比去年都全面的惡化 更加嚴重 那裡面不管是大腸桿菌素 或是水中的融氧量都到達了一個新的低點 甚至在八月的檢測的時候 來看 依舊嚴重污染 中度污染 都還是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在這裡高度質疑 這是我們的居民冒著一些危險 他們幾次偷拍拍到的 這是清晨七點多 一台 兩台 三台 四台 五台 六台 七台 八台 十幾台的砂石車 清晨 它有時候是五六點就運走 有時候是清晨六七點 這邊是腳踏車道 腳踏車道在那裡常常有人因此受傷跌倒 最近又有一個人又去看醫生了 在這裡腳踏車道裡面跟車子在針道 這些都是他們所謂運出來的 裡面挖出來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幾次談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去查 到底淡水河清淤 你要挖的除了航道的中間 還有旁邊的爛泥巴 可是我們多次拍到的都是這個畫面 也就是這個你看到 它是在航道的中間 來在那裡不斷的挖 挖中間的河沙和挖旁邊的爛泥沙 有什麼不同 裡面最大的不同就是旁邊的爛泥巴 它的賣給建築業者的價值沒有那麼高 中間的河沙整理之後 一立方公尺可以賣到八百塊錢 為什麼我們每次拍到都是這樣的畫面 我要在這裡問我們的市府官員 然後他當然也有旁邊的 這也是在中間挖的河沙 就是這一張的這樣 這是我們我們幾次去拍 還有是清晨 清晨的時候也是有非常多的貨車 沙石車會從那裡離開 可是因為為了我們的這個選民的生命安全 我們不能打燈不以打燈來拍 所以都拍不好也拍不清楚 那麼所以我要在這裡公開請教 好市長我們剛剛放了你的競選證件 每一條城市都應該有一條偉大的河流 你要說你提出了四大證件 這四大證件活化淡水河要確保水源水質 可是我們從環保署最新的八月的檢測的數字 平均大腸感菌 容氧量 低定法的容氧量 全部都不行 淡水河的污染程度 比我們花了這一波是兩個工程 4600萬元 比花4600萬元之前還要嚴重 那麼但是我要進一步的講 根據你們提供給我的契約資料 契約資料 你們在淡水河大稻程碼頭到台北大橋段航道整理工程裡面 詳細價目表的第1.7項次裡面明定 土方殘餘價值扣除 能夠賣的土方的應該只有10440立方公尺 換句話說 如果依照這樣規定 這一項業者他挖出來的 要賣的河沙應該只有10440立方公尺 可是從市府給我們的統計資料 這只是台片上的資料 只有台片上的資料 從今年1到8月 業者總共從淡水河載走了54440立方公尺 總共接近4000輛的砂石車 就是這樣的畫面 4000輛已經從我們大同區這樣運走了 我在這裡代表大同居民強烈抗議 抗議這些砂石車每天都在與我們的腳踏車和我們運動的人爭道 我們希望東華碼頭你趕快清亡之後 趕快還給我們大同居民一個乾淨的安全的一個美好的淡水河派 那但是我強烈質疑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挖的全部都是淡水河中間的河沙呢 那麼而且接下來你們在定的合約裡面 市府定的合約裡面 竟然是要求說你們可以自己賣錢 我現在要求我們台北市政府全面減少 為了讓淡水河真的清乾淨 我們花了4858萬元 來做這個整個敦煌碼頭旁邊整理 我們又花了2400萬元和2200萬元做了河水清污的處理 總工程費是高達9458萬元 但是如果我們都要讓業者在裡面盡量的採河沙的話 我們等於是給業者了一個準採沙的上方保健 所以我要求你們改定合約 變成採沙和賣沙是分開的 業者只要挖出來的沙一律都是政府的 要賣也是由政府來賣 我們已經花了幾千萬元 我們為什麼要把幾千萬元丟到河裡面 噗通噗通 然後最後讓業者大保他的私囊 但是我們的淡水河一樣沒有清呢 這是我們現在先簡單介紹我們今天的相關內容 來現在請李清夢議員 只有兩點補充 我希望可以對檢議員今天針對有關於淡水河主流數據的事情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部分是水質真的變差了 去年好市長還洋洋得意的說 二月份是三十年來淡水河水質最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五月份 非常高興的跑到了大同區的大稻城碼頭 去那邊華青州 鼓勵所有市民說都可以去清水了 今年為什麼夏天沒有這樣的活動呢 今年沒有看到好市長到大稻城去 因為水很臭 這個淡水河主流的清育工程是在去年年底才發包 好結果 去年年底發包進行到現在 水質卻越來越糟 我想是第一個 那我想剛剛因為檢議員有 用數字跟大家說明 那我剛剛提供的是其實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我們就質疑過 好市長不要用單月的數值揚揚得意的做政績宣傳 我請各位看一個2007年2月2008年2月到2009年2月 這三年2月份的水質情況 剛剛檢議員提到資料 這個在行政院環保署全國水質監測網都可以看到的資料 好市長在議會殿堂裡面誠心說謊 對本席的質詢說謊 那我想我就不跟他在那邊浪費口舌 這是2007年2月 我們可以看得照清楚 從中校大橋從陽橋這一段 全部是紅色代表嚴重污染 下一張2008年 非常碰巧的 在2008年2月份的時候 這一段呢 呈現的是黃色到綠色 他意思是指黃色是指輕度污染 綠色是指 對不起 黃色是指中度污染 綠色是指輕度污染 所以比以前好多了 所以市長非常得意 其實那其實2月份整條主流水質都很好 特別是藍色是未受污染 今年2月呢 再看一下 紅通通啊 又是嚴重污染 可是好市長在去年 花電視廣告啊 平面的文宣也做 電視廣告也做 跟媒體記者也講說 我們淡水已經乾淨了 是30年來最好的 大家呢可以來這邊清水了 今年為什麼不講呢 第二個補充的數字 我想讓前遠剛剛提到說 他拿到今年的資料 發現今年的水數也越來越差 我們剛剛這個是用同一個時間基準做比較 那我們只要看一下 今年1月到8月的情況就好了 建委麻煩你秀一下 2009年從今年1月 也就是說去年他發包嘛 去年發包進行輸菌 輸菌到現在情況是如何呢 你可以用大概3秒鐘的方式修一下 這是1月份的情況 沒關係 這是今年1月份的情況 所以可以看到是嚴重到中度 2月份呢